第十二届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峰会 这个周末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会议组织者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出消息 称欧洲三大强国 法国 德国和英国 都将派出国防部长出席这次 又称香格里拉对话的亚洲安全峰会 显示欧洲对亚洲地区安全事务的空前关注 美国一如既往地派遣国防部长 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 显示对这一地区安全事务高度关注 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二对媒体表示 哈格尔部长将在峰会上发表演讲 今年年初接任美国防长的哈格尔 预计会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向亚洲地区的盟国承诺 即使国防开支相当吃紧 美国仍将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这是哈格尔上任美国国防部长之后 首次访问亚洲 这位曾经打过越战的美国防长说 维护亚洲安全也是他个人的一项承诺 今年三月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特 出席在印度尼西亚首都召开的 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中说 尽管美国已经开始了政府开支自动削减程序 而且未来多年国防预算继续不明朗 美国依然致力于调整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 并且力所能及地利用国防部 仍然掌握的一些灵活性 在预算方面优先保护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再平衡计划 在去年的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峰会上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内塔宣布 作为美国在亚洲军事战略再平衡的一部分 美军将把海军大部分舰队调配到亚洲 包括向新加坡派驻一艘近海作战军舰 和向澳大利亚派驻海军陆战队 五角大楼官员说 哈格尔部长在会上将通报军事战略再平衡进度 并在访问期间登上第一艘派驻到该地区的 近海作战军舰自由号上视察 请你把最后一个问题再说一下 最后没一段 中国2011年首次派国防部长出席香格里拉对话 受到会议组织者和与会者的鼓励 梁光烈部长在会上强调 中国不搞军事扩张 并无意威胁其他国家 他的承诺当时被认为减轻了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忧虑 但是去年中国恢复了向香格里拉对话 派出较低级别官员出席的常态 派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任海全出席 今年的代表团团长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七建国中将 根据会议组织者提供的会城安排资料 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继续是本次香格里拉对话讨论的焦点 分析人士猜测 反对南中国海主权问题国际化的中国 将尽可能回避在国际论坛上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哈格尔部长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将参与一系列双边和多边会谈 虽然中国没有派国防部长出席会议 哈格尔期待在会议期间 与中国代表团有一些不同层面的非正式切除 本次对话的另一个焦点话题 是网络安全对亚洲地区安全的影响 最近亚太地区的美国 澳大利亚和日本 都对中国政府和军方的网络间谍活动表示关注 鉴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 有关网络安全问题的小组讨论不对外开放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 我们来自证明里的新闻 干什么 好 好